我自己會回來做這個產業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可以讓我做到老 玩到老 會一直在這個產業中去想 下一步是什麼 去玩 去體驗 我自己本身就是出生在台東 我台北護理學院畢業 接著我有去念心理 心理研究所畢業 那護理工作整個加起來是15年 我是大概38歲 離開醫院然後離職 因為我覺得護理工作對我來說就是 其實誰做都可以 主要是我家裡有民宿 那個時間點剛好是全部都要數位化 後來就覺得說第一個環境好 再來是我那小孩3歲 那我覺得護理工作基本上沒有辦法陪他 那我就完全回來了 我比較困擾的是 我那時候必須要處理客人的很多吃喝玩樂的問題 我就發現說 客人其實都一直不知道他要怎麼玩 那時候比較知名的就是悲心傘 那其他活動其實在網路上 像遊客一般來講是不太找得到的 譬如說碩西啊 獨木舟啊 這些台東其實也有嘛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天都在整理重複的訊息是非常累的 所以隔一年我就因為這樣創業 就是想要台東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夥伴 他就說台東縣府有那個創客 TDMaker 他說第二階要報名呢 你們要不要去 我就想說我們那個平台應該算數位化 那我就去報名 那時候是一年的培訓 過關之後開始 我們的經費好像是45萬 再加上我們自己的資本額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平台了 我在台北住了大概30多年 去年11月加入想像台東 剛好是老闆 他有演講 他提到的蠻多是他自身的理念 如何是用比較永續的方式 去讓台東這塊土地越來越多的人認識 所以才覺得說 這樣子的工作環境 就是我自己想要的 想像台東的話目前就是 就是有體驗部門跟產品部 還有門市部 農油體驗啊 就是農村有什麼啊 季節產什麼 我們就做這個水果啊 這個類別的活動 現在的產品大概300多一樣 然後也有一些在地的手作 或工藝啊木工啊這些的 想像有自己研發自己的商品 因為蠻多店家是 需要販售一些台東的伴手禮 就是看見一些 這個產品在這裡有需要 那我們來開發 那開發之後再提供給店家去販售 其實還是回到利塔 2020年我會去成立紅烏龍合作社 我發現了紅烏龍這件事 對於鹿野是一個很珍貴的產業 那希望說大家的茶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 讓它達到產品穩定 大家都能賣 更多人知道這個茶 更多人自己來玩 民宿也可以用茶來吸引客人啊 然後做甜點的也可以用紅烏龍來吸引客人 茶餐 然後茶飲調酒 以想像彩通來說好了 很多的狀態其實都跟慢這件事情有很大的關聯 最主要是因為體驗這件事情 你就是跟植物有關係 那植物的生長它絕對是緩慢 我們現在目前在推的最主要的大地餐桌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一個另外一種緩慢的態度 我們會不使用一次性的像餐具餐碗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餐桌裡面 我們是有好幾個店家 然後我們透過在用餐的當下 我們有主持人 然後去把每一個店家介紹出來 讓更多的旅客他們可以感受到 每一個店家他們做出來的料理的不同的風味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認識 原來我們在地有很多的會種植的人 然後他可以把他種植的食物做成一道料理 或者是說他就算他可能不會種植 可是他知道他要去購買在地的食材 然後來做一層一道料理 那想像台東就是日間的活動 就是農友結束就關門了 再往我的基地的800公尺由想像星空 那是我們去年的第二館 主要是做夜間活動 調酒啊 調飲啊 星空導覽啊 然後還有一些夜間聊天的地方 我們路野這邊其實到了晚上是沒有光害 我們夜間的星空導覽這件事情 透過專業的人員來做解說 我覺得會有不同的感覺 很多人還滿喜歡的 而且很美 我覺得大方向採用限分斧真的是走在很前面 就是有看到台東的優勢 像他們的2030年的計畫就是慢經濟 慢啊 靜啊 這些的其實都很適合台東 我的感受其實是特別強烈啦 我覺得台東的天空特別大 那再來是接觸到的人 不管是移居過來的 或者是本身在台東生長的人 他們有一個理念就是 可以很認真的生活 就是他們真的懂生活這個計畫 很多人會覺得慢這件事情很療癒 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內心有真的感覺到慢 不一定喔 因為其實真的有些人他在慢的過程中 他的思緒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停下來 可是你如果來到東部啊 我覺得很自然而然就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這是東部其實某種很沉默迷人的地方 這個方向還是會需要很多人一起來參與 才有可能在2030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台灣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現在就已經蠻特殊的 因為現在的氛圍啊 像很多的縣服在推的品牌啊 像慢食啊 還有一些三鐵啊 運動啊 我覺得這些都已經再逐漸讓台東成為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那接著還有一些很多的店家輔導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台東縣這種也辦了很多的活動 市集或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可以推廣台東縣的一個很重要的狀態 大家可以跟著這樣子的節奏跟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這些的活動我們還可以在怎麼樣搭著這個主題 跟著自己的產業去發揮去創造 還有還有有時候 我們去參與 在這兩個月的地面 我們來參與 預言 我們來參與 感谢观看